赤如玉拥有赤眼领域 可他拥有无上神物 不但如此 林明的火系法则还领悟到了第五重义境 虚火 这也是一般天才根本就无法仰视的境界 就在赤如玉杀赖的一瞬间 在林明体内世界中 邪神有苗愤怒的伸展开来 火焰之力如同潮水般爆发 邪神之力开启到机制 那一瞬间在林明枪芒上 仿佛附着了一株神术虚影 这个虚影只是瞬间闪现 而就在这一瞬间 却让林明枪芒犀利数倍 连天地间的火系法则 也在那一刻受到影响而扭曲 原本如同潮水般涌向赤如玉的火焰元气 毫无征兆的被割断了 而后被林明给吸纳过来 喷喷喷喷喷 那漫天飞舞的红莲花瓣 在神术虚影中轻刻间划成乌有 仿佛被烧掉一般 在赤眼领域内 这火焰元气竟然反过来被林明控制了 什么 赤如玉猛的一惊 他可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景 同种法则的舞者对决 谁能掌控该法则的天地元气 就能直接压制别人 他原本悟性极高 还继承了赤光家族的浊血血脉 同时他又从完美股缝血脉的母亲那里 继承了一点凤凰之血 又画龙点睛的效果 领悟赤眼领域后 他更是自信在火系法则方面 无人能出其诱 可现在他却被林明压制了 领域全开 那一刻赤如玉全身绽放出万道金光 他的全身皮肤泛起了一层火红之色 这是浊血血脉开启到极致的表现 面对全力以赴的赤如玉 林明只是一枪挥出 林明大喝一声 周围空间所有火系元气 全都被林明这一枪席卷 赤如玉的火焰领域被撕开个巨大的缺口 林明大步踏入赤眼领域中 这一刻他就如同一尊战神一般势不可挡 他走过的地方 一切火焰元气都向他靠拢过来 甚至有的火焰元气形成一个个火焰灵物 如火鸭火麒麟火狼火凤凰等等围着林明膜拜 这是火系法则领悟到极高层次才有的现象 就均临天下 隐隐的在林明背后有一株神术虚影 在无边火焰中蒙发长高 成了参天大树 湖海 众神术 这样的异象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 可没人知道它象征着什么 这难道是 在风神台内部 灰袍老者关注着一切 这株神术尤其让他注意 灰袍老者对林明很感兴趣 如果说林明有无上神武 他并不会觉得奇怪 可关键是 他也不认识邪神之力 神语已经不知存在多少亿年了 上古时代之前 还有上古时代 再往前还有远古时代 一直追溯到宇宙形成出 这期间诞生了多少天尊 谁也说不清楚 这些天尊中 有相当一部分撰写了无上神武 其中九成以上的无上神武遗失了 可还有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他们可能在一些不为人知的太古秘境中 有时候这些秘境甚至不见得危险 毕竟时间太久了 就算有一些厉害的阵法也削弱了 有什么厉害的守护兽也受缘耗尽死了 得到他们甚至可能不看实力 看什么 看运气 灰袍老者 哪怕见识非凡 也不可能认识所有的无上神武 这点谁都做不到 而因为许多无上神武的特殊性 比如邪神之力吧 他并非是攻击性的无上神武 他只是辅助秘法 看到林明背后那一株在无边火海拔地而起的参天大树 你甚至无法判断他究竟出自秘法 还是出自林明本身的修为体质血脉而产生的异象 有意思 这个少年究竟什么来路啊 灰袍老者喃喃自语 这个小女娃子根本就逼不出他实力 不过还好 这次复赛还有几个像样的天才 他们如果跟林明交手就能看出一些呀 此时在封神台二十三街 林明已经杀到了赤如玉的面前 所有的火系元气都被林明席卷 赤如玉瞳孔微缩 他的赤眼领域竟然被撕开了 不但如此 在自己的领域中 对方还能完全掌控火系法则 处处压制他 林明竟然这么强 在观众席上 火烈石也极为吃惊啊 天赋如此出众的赤如玉被林明完全压着打 这是他一开始完全没想到的 毕竟林明在预选赛中的表现 他们根本就没看到 只能看到林明的功勋职变化罢了 功勋职多少 跟真正战斗力那两回事 否则神域第一会武 干脆与功勋职的高低来排定排名就行了 林明不管不顾 眉心之间 古奉之邪猛然燃烧 发出赤目的金芒 既然之前说了 用火系法则击败赤如玉 他就不会动用炼体术和雷霆法则 在林明眼中 赤如玉 也就是一个大界界王圣地排名顶尖的天才罢了 而赤光大圣地只是一个第三世界 也就是说 赤如玉还未必比得上第二大世界 真武大世界出身的五龟云呢 一枪横扫 赤眼领域如同烂画一般 再次被撕裂 林明这一枪扫向了赤如玉的腰枝 弯刀竖起 赤如玉挡住这一枪 然而圆跃弯刀 原本就以攻击雕僧古怪变化 诡异多端而著称的武器 真正硬碰硬 他比剑都不如 这次硬碰硬 赤如玉明显吃亏了 他就觉得手臂一麻 虎口酸麻 整个人身体被抛飞起来 而林明一步踏出 是在金棚破墟 瞬间追上赤如玉 举枪再批 堂堂堂 一次次狂猛的撞击 赤如玉手臂发麻 虎口表写 然而林明这攻击咄咄逼人 根本就不给他任何访攻的机会 他空有领悟程度不错的火系法则 可却还被邪神幼苗给压制了 他有赤眼领域 可却被林明给撕开了 他有刁钻而变化莫测的刀法 可却被林明硬碰硬 根本就施展不出来 一切的一切 他被全面压制 在场的观众看这一战 都完全说不出话了 这个赤如玉 听主持人介绍 好像是个大世界的顶尖天才 怎么会被压制的这么惨呢 这林明这么强啊 他那对手可是赤光界的顶尖人物 不是听说林明排名 风神榜才一万左右 说什么呢 一万也很厉害了 而且风神榜排名的不代表实力 我去这也太猛了 在风神台二十三届 还能保持这么猛烈的攻击 仿佛不受压制啊 是啊 众多观众纷纷说道 林明现在明显比赤如玉强大的 那不是一点半点啊 他的真实实力到什么程度 很难说清啊 林明 他怎么会成长这么快啊 赤战云面色微沉 感到不可置信 当年在幻神镇中 林明以七云修为战胜的八云 天赋是比他强 可也没强太多啊 比他女儿赤如玉 也就在伯仲之间 可现在这差距太远了 而在战场中央 赤如玉抓狂了 你给我记住 有一天我会把你消成飞灰 赤如玉发出这样的嘶喊 与其说是威胁 不如说是他抹不开面子 恼羞成怒 他的高傲 那是从小养成的 他父亲是赤光大圣地高层人物 自己的血脉又同时兼顾了 濁血血脉和骨凤之血 天赋惊人 当然高傲了 如果你的实力像你心气这么高 我认你受 可惜你没这本事 林明一枪横扫 猛然破开赤如玉的刀光 扫向赤如玉的身体 复赛中 本来就不允许杀对手 林明干脆就避开了赤如玉周身的要害 这一枪 扫向赤如玉的 翘臀 火焰灼灼 势不可挡 赤如玉翘脸通红 重重一刀劈下来 然而任凭他虎口都阵裂 却也挡不住林明的枪盲 就听 护体真员只是稍稍阻碍一下凤血枪 便直接爆碎 林明这一枪 直接抽在赤如玉挺翘的 屁股上 没用枪刃攻击 只是拿枪杆子抽下来 就如同一条棍子 赤如玉惨叫一声 就觉得这屁股火辣辣的疼 火焰烧在皮裙上了 在火焰烧起的一瞬间 赤如玉心中大吉 他这个皮裙 是万年火稀皮制作的 那任性堪比极品盛气 可问题是 他再极品 他也经不住林明这样直接攻击啊 抽几回必然会坏的 这裙子到时候要是坏了 它本来就短 那这下场可就是春光外泄了 那简直不可想象啊 观众席上 都安静了 所有人都惊员了 赤如玉这皮裙明显黑了一块 堂堂赤光大圣地顶尖天才 天之娇女竟然让人打屁股了 我 我跟你拼了 赤如玉发狂了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 当着几十亿人的面 让一个男子给抽了屁股 父母管教小孩才会这样 他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 哪有这样被对待的 何况在众目睽睽之下呀 这下这目击正人多 他这才想到 林明之前好像说过 要替自己的母亲管教自己 这一刻赤如玉胸中 怒火灼灼 他可气疯了 今儿这事定然会被传为笑谈 哪怕他日后成为赤光大圣地的主人 这件事也会被人私下里议论 并且被对手用来抑郁的 这是不可洗刷的耻辱啊 我要把你碎十万段 赤如玉就如同一只发怒的母猫一般扑向林明 然而绝对实力的差距 那是没法弥补的 林明一枪刺破刀王 又向赤如玉这臀部 眼看着耀眼的枪盲就抽过来 赤如玉都快哭了 砰 这一下比刚才更重啊 赤如玉直接被一枪抽飞了 他惨叫一声 身体就飞出去了 而林明紧追其上 其实赤如玉这时候要说一声 我认输了 那就能结束战斗了 可赤如玉将啊 偏偏就不开口 因为就算主动认输了 这也是耻辱 林明瞬间又来到赤如玉身前 手中长枪正欲挥下 而这一刻赤如玉愤怒的目光中 竟带着一丝祈求 他可被打怕了 再打下去 他这皮裙就真完了 哪怕他用火焰能量幻化出衣裙穿在身上 可那幻化的衣裙还不如火锡皮裙结实 根本就挡不住春光啊 就在这时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 勾勞 一瞬间一道火红色的影子从观众席上飞起 直飞风神台而来 一股庞大的能量倾泻下来 林明那凤血枪仿佛被撇住了一般 根本挥不下去 林明眉头一皱 转身一看 就见一个身材高大 满头红发飞扬的中年男子 出现在自己距离数万丈远处 这人和当年幻神阵中的赤湛云气息相似 显然就是赤湛云无疑 此时的赤湛云面色阴沉 虽然他也希望赤如玉吃点亏 可绝不是这样啊 哪个父亲也不愿意看自己的女儿受到这种屈辱啊 父亲 赤如玉鼻子一酸 一时间所有的愤怒和委屈都发泄出来 父亲 你替我杀了他 把他嚣张废惠 替我杀了他 够了 赤如玉怒喝的 你还嫌丢人 丢的不够啊 实力不如人 被屈辱 你有什么话好说 我早就告诫过你 不要目空一切 赤湛云幻音刚露 一道虚影凭空出现在赤湛云面前 这个人 气势比赤湛云更强大 实力也吻压赤湛云一头 他高高悬空 俯视赤湛云 不带任何感情说道 这里 是神韵第一会晤赛场 任何闲杂人等 不得靠近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这个人 正是浩宇天尊 清传弟子 萧盗子 作为界王强者 又是天尊传人 哪怕赤光界界王来了 他都不给面子 何况是个赤湛云呢 不管辈分 还是实力 赤湛云都远不如萧盗子 抱歉 萧盗子前辈 晚辈 立刻离开 面对萧盗子 赤湛云很谦卑 就算赤光大圣帝 也不过是个第三世界圣帝 在浩宇天宫面前 什么都算不上 父亲 赤湛云面色一寒 冷声道 老老实实 给我比完赛 你的实力能出现 如果出现不了 我罚你禁闭百年 今天的事 就当是你的教训 还有 赤湛云突然转向林明 小子 今天的事情 你给我记住 赤湛云撂下这句话 直接飞走了 其实最后这句话 也就是撑面子的场面话 他根本就不能把林明怎么样 林明的实力 恐怕在第一会晤中 就得大方异彩了 他也不能把林明怎么样了 在观众席上 上古凤族弟子看到这一幕幕发声 可都说不出话了 哎呀呀呀呀 这小子也太损了 火烈是吞了口口水 突然黑黑笑道 不过呀 我喜欢 这两棍子 打得好 赤光大胜地 老夫早就看咱不顺眼了 尤其是那个小娘皮 就该狠狠地抽他屁股 哎 不过这话呀 火烈石也就私下说说 可附近的凤仙子和连珍听了 可相当无语啊 这还是那个太上长老吗 林明和赤如玉的这一战 是迄今为止 风神台上爆发出最激烈的战斗 也是最高水平的对决 被所有人关注 幽无尽剑无血 战胜对手后 都没有第一时间 攀爬向风神台的第二十四阶 而是停下来 看完林明战斗的全过程 嘿嘿嘿 有意思 幽无尽嘴角 泛起个弧度 转身走向二十四阶 剑无血 也一起爬向二十四阶 在他们眼中 林明也就是值得关注罢了 却不值得顾忌 至于其他参赛者 却不能像两人这么从容了 林明带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恐怖的家伙呀 是啊 根本就不可战胜啊 本来有无尽剑无血龙牙这样的狠人 就已经压得咱们闯不过气了 结果还时不时有像林明这样的黑马杀出来 这还要不要人活了 我们这种人一不小心就会翻船的 是啊 在场的污者九成九 面对林明都没任何信心 哎 这家伙不错呀 是你们真武界的参赛者啊 哎 好像不是你们真武大圣地的弟子吧 在五龟云旁边 一个绿头发的黑衣剑客开口说道 不是 五龟云皱了皱眉 他并不愿意提起林明 因为这是他的耻辱 嘿嘿嘿 果然嘛 我就说 要是这种人在你们真武大圣地 我早该知道才是 哎 话说龟云兄啊 你才是真武界大哥吧 那个龙亚也就算了 惹不起 可现在 连这个林明的风头都快盖过你了 难道你就这么看着吗 在绿头发青年看来 赤如玉作为第三世界出身的武者 实力自然不如五龟云 五龟云与林明还是能打一下的 他自然不知道 五龟云早就拜林明手上了 发生在神梦界的战斗不能公开观看 看看又怎么了 难道 谁的风头盖过我了 我就要去挑战他 我有病啊 五龟云反问道 哎 绿发舞者愣了 哎 这可不像心高气傲的五龟云平素形式的风格 哎 难不成 你自认不是他对手 绿发舞者有点看不懂了 在他看来 五龟云躲着龙牙 利索当然 至于林明虽然战胜了赤如玉 可还是能逗一逗的 可现在听五龟云的意思 甚至有可能在林明手下吃过亏 哼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要去 你去 我可没这心思 五龟云不再废话了 转身走向二十四街 他又不傻 那明知道去了就会被林明虐一顿 那怎么会自讨没趣呢 他认为 刚才那一战 林明实力发挥一半都不到 五龟云甚至怀疑 林明如果跟龙牙或者剑无血对上了 都不知道谁强谁弱 这种变态 谁碰谁倒霉 那躲都来不及呢 至于刚才说话那个绿头发剑客 五龟云巴不得他去找林明 在那摔个跟头 这人心呢 就这样 在一个人手上吃了亏 而且明知道这场子根本就找不回来 那么就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 也倒霉一把 五龟云跳上二十四街石壁 以他的实力 只要不遇到变态 稳步上升最后出现还是完全没问题的 太惊人了 之前缠戒了许久的林明 竟然一举击败了赤光大圣帝数一数二的赤如玉 而且是轻松击败 看来林明之前是故意保存实力了 在灵州上 两个主持人如实说道 他们当然不知道林明之前被人有意试探 李师兄 竟然战胜了赤光大圣帝排名数一数二的舞者 而且很轻松 在二十一节严月儿听到这个消息 吃了一惊 因为位置的原因 他看不到林明的战斗 赤光大圣帝 那可是上古凤族总部所在赤光界的霸主啊 他们对上古凤族来说 就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如今却让林明给战胜了 就在严月儿感到不可思议的时候 上古凤族弟子可纷纷欢呼了 李师兄 不要汉 打得太爽 爽啊 我们上古凤族这次是扬眉吐气 好加油 上古凤族弟子相当激动 手无足蹈 总被赤光大圣帝压着 甚至他们自己都从没有生出过反压赤光大圣帝的念头 可现在林明做到了 真真正正横扫赤光大圣帝 这样的霸气让他们怎能不爽 这时候林明开始攀爬二十四阶 林明爬的依旧很稳 他的速度不快 可却显得非常轻松 二十四阶第一集团人数又少了一半 只剩下一千六百人 就算调息足足一个时辰 后边再爬上来的也不过多了两三百人 一开始第一集团取胜的都能爬上二十四阶 可后边的几拨参赛者可就算赢了对手 未必能爬上二十四阶 他们有些人是在前面二十二阶二十三阶的时候 让强者给击败了一回 虽然被风神台气灵治好了伤 可这体力的消耗却是弥补不了的 虽说输了一回还有四回机会 可是对后续的成绩影响非常大